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新手卖家遇到的常见问题 这个也是群里面问的比较多的 这一期也相当于新手卖家的一个运营指导 如果你是刚入住虾皮和打算入住虾皮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主要我们还是分以下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入住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店铺的设置 第三个物流 第四个运营 第五个APP 涉及到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也是新手比较困惑的 第一个就是入住问题 基本上每一次的审核变更我都有出过教程 大家可以翻一下以前的教程去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说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店铺的设置 首先我们在入住完成之后 大家都会去点右上角的那个资料验证 这个资料验证是只针对于台湾本土卖家的 这个验证跟跨界卖家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管 虽然网站上面现在一直都有这个盘窗 但是我们是不需要管这个的 第二个就是视频上传 视频上传 首先第一个就需要你用手机APP进行视频上传 电脑端现在暂时不可以进行视频上传 只能上传图片 那就是如何进入到店铺的一个前端 我们在这个卖场介绍里面有一个显示器的一个图标 点击这里就可以进入到你的卖场的前端 通过这个进去可以第一可以获取到你的卖场前端的一个链接 第二就是你在这个卖场介绍里面设置之后 在这个前端里面可以直接看到效果 第三个就是推货地址的填写 我们在后台点击卖场设置 然后进入到这个我的地址里面 可以在右上角新增地址 在填写地址的时候 一定要点选最下面的这个设定为卖家收获地址 也就是如果你订单被取消 或者商品操财等等之类的问题 虾皮需要退货的话 就会直接退到你后台这个地址 这个政策马上就开始执行了 大家一定要设置一下 特别是新入主的卖家 这上面就填写你能够正常收到货的地址 按照上面的要求填写即可 说一下物流 物流这里首先是一个四个仓库 也就是深圳上海一屋全州四个仓库的地址 包括联系人电话 如果你是自己发货 就直接发到这四个仓库 如果你是货带发货 这个就不用管 然后就是涉及到物流方面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一件带发的一个流程 发货时效 尺寸限制 手中价格 和虾皮的发货流程 这里我都有出详细的教程 大家可以翻下以前的一个记录 根据标题去看 第四个就是运营 运营这块设计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多 这里只针对于新手卖家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进行一些解答 首先第一个就是前台的价格 它这里虽然是一个美元的标志 但是是以台币进行结算的 刚入住的卖家有很多会问这个问题 这里是以近台币结算的 很多卖家可能刚开始不知道去哪里找货源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比较常见的货源网站 包括每个网站的一些特点 这个教程里面都有介绍 第二个就是虾皮广告的充斥指南 两种方式 一种是paypal 第二种是年年支付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方便的 看你自己选的哪一种 这期教程里面有详细讲解 paypal是怎么进行充值的 以及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充值之后 进行关键词的一些排名和优化 这期教程里面也有讲到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观看不同的课程 然后第五个就是APPD和说明 主要是分为安卓版和苹果版 因为某些环境的限制 可能下载起来会相对于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安卓版 我们在群文件里面有提供最新的版本 安卓版和苹果版都是需要自己去配备一个环境的 第二点就是买家版与卖家版是为同一个程序 现在虾皮并不像我们国内淘宝分千流和阿里巴巴了 它这个程序是在一起的 我们如果说需要进入我们的卖场中心 可以直接在后台 我的 然后最上面有一个我的卖场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一期就主要讲到这里 可能有很多涉及到的内容没有讲到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在群里面直接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